在這邊真的很開心 恭喜各位脫穎而出 要做模範老公真的是不簡單 要在這麼多的眾人當中 然後脫穎而出 在這個街上真的是很感恩大家 對社會的付出 在這邊真的也是再次代表我們部長 恭喜大家 我做按摩接觸很多的產業、職業 我們都是接觸等等 在至於安全的方面 還是要你們身體健康、精神好 或說你們沒有壓力之下 睡眠要好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因為壓力 來產生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在原理縣 我們職業按摩公會創立已92年 但是那時候真的 原理縣的人口不多 真的很少 所以會被重視為什麼 阿摩在全國台北 在大都會比較會 就變成服務業 但是如果這個行業在原理縣生存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我們在要有服務 技術 以及很多東西來突破原理縣 很多人的這個健康的問題 我想今天非常難得看到這麼多的 我們的勞工界的先進前輩 我想長年以來 為我們的企業貢獻 努力付出 今天終於受到肯定 我想這個肯定就是一份莫大的殊榮 這個殊榮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尊嚴 再來是一個驅動力 也就是透過這個獎項 你會更加的努力 在你的職場上面 敬敬業業的來完成 所有企業界交代你的使命跟任務 那今天除了大家接受表揚之外 非常難得的 我一個老朋友 我們的林素田 他能夠得到這個殊榮 而且透過原理縣 按摩業職業工會的推薦 能夠榮獲大家的一份肯定 那同時也代表我們原理縣 也得到全國的一個模範勞工 然後再一次的恭喜 我們今天得獎的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勞工界的先進前輩 有人出事的不領 出事永遠的合領 一切失敗萬萬兩天天 出面心的出領 只要出事的合領 一切成功不得領 有人出事也會想想想想要 會很極一廢 一切成功不得領 無緣無的